所以尊敬的主义同修大德 我们一定要相信 你的能力是不可思议的 你不要把你的能量 用在只是过一般的生活 比如说去追求你的欲望 去追求你的幸福 追求你对这个物质的享受 如果你把你这一生用在这个身上 那就太可惜了 因为你的能量会更做更大 什么更大的呢 就是超越六道轮位 这个就是更不可思议了 所以希望大家 如果我有讲一些不对的地方 请大家多多批评 我们大家都在学习 看到你们 师父也是很欢喜 特别现在你看我们雪梨 到现在还是封城 师父想要出去一个门 都有的时候感觉 不敢出门 不是因为怕 因为师父对英语也讲不通 被警察抓了不是惨了吗 这个环境啊 真的 我们也不知道明天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 安静好好念佛 没有比这个更重要 随时随地 行住桌 你都能够念阿弥陀佛 不管你在哪里 无论你在哪个地方 只要你能够拿取这句名号 那你的智慧就慢慢地回复了 那上个星期啊 我们已经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就是偶一大师在弥陀经要解里面 把弥陀经要解 把这个信分为七大零 上个星期我已经给大家简单说明 偶一大师啊 把这个信 头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信佛言 信佛言 信佛言 这个佛是指谁呢 就是指释迦牟尼佛 言是教诲 就是说 释迦牟尼佛的教诲 就是劝导我们 来念这句阿弥陀佛的名号 所以在弥陀经连续的四次 劝导我们 你要相信 你要相信有一句阿弥陀佛 你要相信真的有西方极乐世界 劝导我们 苦口婆心的劝导我们 而释迦牟尼佛 以十方一切诸佛如来 来为我们证明 所以十方一切诸佛如来 站出来 来为我们证明 告诉我们 你要相信 释迦牟尼佛的 因为十方一切诸佛如来 都离不开这句名号 所以你看 弥陀经里面 不是有六方佛 而六方佛就是讲 十方佛 而十方佛都已经 站出来为我们证明了 你要相信 释迦牟尼佛的话 但是 这个问题还没解决 比方说 你今天要我念阿弥陀佛 我凭什么来相信 是不是这个道理 你要我念阿弥陀佛 这句名号有什么好处 你能够把它说明白 把这个道理让我明白 我才能够老老实实 特别在这个末法时代 把弱魔强 我才不会动摇嘛 我才能够一心塌地的 来念这句阿弥陀佛名号 所以今天我要来为大家 补下面这句话 像师父以前 刚刚出家的时候 我有遇到一个后法 他常常把他的钱放在我上 放我这边来 因为他这位护法 喜欢印法宝 只要哪个到场印法宝 他教我把这个钱供养出去 数目不少 但是他喜欢劝导我 你要相信有阿弥陀佛 你要念阿弥陀佛 你要修净土 他只能跟我告诉这个道理 但是没有跟我讲 你教我要相信 但是你必须要跟我讲清楚 但是他没办法为我说明 最后遇到了我们师父上人 我们师父上人 我要问他一一 他一一一为我说明 后来我才相信的 没想到 我这一生能够遇到净土 那我的福报 那我的福报 不是一般的福报 我的上根 我的福德 我的因缘 过去生 可能修了 太深厚了 这一生又遇到了 特别是遇到我们的老师 我们才能够踏踏实实的念这句阿弥陀佛名号 那现在我们要买一栋房子 你首先必须先了解这个房子 我以后搬进来 我没有安全感 这个区是不是好区 这个地方是不是方便还是不方便 我要先了解一下这个房子 那你对这个房子有信心 我才买下来 然后我就安安心心住下去 那道理也是一样的 那今天我们要念这句阿弥陀佛 为什么很多人到最后 心就变了 动摇了 不念了 什么原因呢 所以借这个因缘 再跟大家来讲讲话 好 那我们下面给大家看一下 第一章的 如果今天 如果我们对于宇宙 这个宇宙在佛法里面是讲法界 一般社会讲宇宙 一般社会讲宇宙 那我们在佛法里面称为法界 那法界的意思更妙 更广 如果今天你把这个宇宙人生的真相 搞清楚搞明白了 你就会了解 一切诸佛如来 为什么教我们念这句阿弥陀佛名号 所以这个是大问题 不是小问题 这个大问题是什么 关系到我们人生最大的一件事 人生最大的一件事是什么 你能不能生死 疗生死出三戒 这个是人生最大的一件事 为什么呢 这个道理我们要搞清楚 给我 不是 una 好 宇宙